是嗎?他們都不會有事喔? 明天那個鄭鴻怡還要去新竹幫那個沈蕙宏站台啊 誰?鄭鴻怡啊 喔對喔 他站台經典代表就是罵馬英九那個啊 然後冒完就哭了 他啊自己哭啊 他被逼道歉啊 喔對對對 可是政治有點太粗了啦 從此以後他會更恨啊 我說這樣他會更恨啊 就是這種仇恨政治 喔你說反而幫到對方 我是覺得馬英九也沒有 有壞到希望你要送他國罵嗎 但是那個我記得那個時候 就算他不管他罵無罵也沒有辦法逆轉這個情勢啊 是啊 嗯 他罵爽的啊 我跟你講但是有的時候人就是這樣 就是現場那種情緒你太嗨欸 你就會嗨到過頭了 那可能就是你自己下習慣用字就是那樣 就那個叫真情流露 本性演出 現在可能最愛罵的是朱學人 可是朱學人這方面很厲害欸 他那個電視模式跟網路模式切換字如啊 反而他在群眾場的時候他就不會這樣子 真的嗎 為什麼 他現場的那種煽動性是很強的 我跟曉明都跟他去過外場 他外場一個張姿都沒講 哦 有我想起來了 我前陣子看他在那個什麼台下跟一大堆人講 那個董事長開講那個啊 要不要奪回我們的國家 他很厲害 他那個是有稿子嗎 他自己有一份稿子 但是他會想辦法弄到就是他不看稿 很厲害欸 因為他那個東西他自己寫 架構自己寫 所以他會有辦法 因為他搭配影片嘛 然後他現在 今天上線的是法文版跟日文版 所以我比較納悶的是 他那麼長的時間 那麼長的稿子 怎麼記得住啊 告訴你最厲害就是 人家給他9分鐘的時間 他可以講到30分鐘 然後還不冷場 他說本來影片只有4分半 為什麼我可以講到30分 今天的YT打不開 各位網友拜託要先按讚喔 要按讚一下喔 不過我記得 新亮點已經好久好久了 很久超過8年 不是我說有被報有違建 這件事情很久 今年也講過好幾次啊 對啊 黃國昌也打過 然後還有包括那個 很多國民黨也打過 一大堆都打過 對都打過了啦 那每次小英自由會的活動 都還是辦在那邊 嘿 而且他們故意選在那邊 就表示你弄不了 你弄不了我 你弄不掉 政商關係很好 而且你知道後來 很多網紅都辦在那邊 是啊 網紅的活動也都辦在那邊 哪邊哪邊 就是新亮點 有啊 誰 很多網紅 很多 尤其那些 RT 志祺77 那些側翼最喜歡在那邊 草爺 這些全部都是辦在那邊 他們是有刻意去招攬 這些網紅去做 宣傳啊 那這樣也幫他們自己飯店打廣告啊 是啊 對啊 哦 有的飯店也會招待網紅去體驗 開箱 會 其實之前有人 約我們去飯店開箱啊什麼 有啊 以前我們當記者的時候 不是也常常這樣 就是社群行銷嘛 對啊 對啊 就是他覺得你有影響力啊 就幫忙打廣告這樣 像台灣從南到北的汽車旅館我都睡過 因為那時候我就專門做這個專題啊 哦 最厲害的是台中嗎 還是桃園 台中那邊 中部專的比較強 台中的花樣最多 對 花樣最多 可是桃園 呃 林口那邊 後來不是都有蓋一些新的 很多 沒有超越台中嗎 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 中部那邊就是一些新的玩法都會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們的腹地又大 可以蓋得非常大 就很浮誇的那種 他那個就是像黃宮了 對啊 你進去一間房 我有一次為了調查一個案子 就是那種在汽車旅館 可以被 就是他們活村公被偷拍的那種案子 然後我們要去實地勘查 然後一進去 哇 一個1500塊 休息三小時1500的 哇 大的跟黃店一樣 1500喔 幾年前啊 幾年前 幾年前 三年前而已啊 1500喔 三小時啊 1500在台北市 這個已經是最高檔了 1000塊應該是QK有找 對啊 但是我跟你講 其實 我那時候去鹿港一個 因為那個地很大 然後他一間一個晚上 要一萬多 但是 但是其實很便宜 為什麼 因為那間 那間一百多瓶快兩百瓶大 兩百瓶 那個是半趴的 那我找人會找不到人 那裡頭還有游泳池啊 然後什麼 什麼 什麼按摩浴缸啊 什麼一大堆全部都有 兩百瓶好難想像 對然後 我就說一個晚上一萬多塊很便宜啊 那開拍吧 然後那個經理偷偷跟我講說 我們老闆根本就沒在乎這種錢 在笑耶 然後 他們老闆真的 他們老闆是做建築的 然後 他其實是在養地 然後養地那個地方 那邊不知道幹嘛 就先蓋個汽車旅館 哇 有錢人的世界 順便做一些東西 對啊 就可能自己玩樂也有個地方啦 雙殺 對啊 同時幹掉柯文哲跟郭台銘 可是最近這幾天大家覺得說新竹 絕對不能丟是因為 太多工程插下去 都有啊 但是如果今天 就是一石多鳥 我如果僱住 我又可以保護林志堅 保護陳慧紅 保護我整個這個柯建民 在新竹的這個地盤 我又可以殺柯文哲 我又可以殺郭台銘 為什麼新竹 可是搞到後來倒數一個禮拜 倒數兩個禮拜 好像重點 之前重點都台北嘛 講來講去都台北 還是台北陳忠就這樣了 所以也沒什麼好講 所以不好說不好說 重點不絕無方 新竹 可是新竹也才四十五萬人啊各位 所以啊 我說關鍵就不是在新竹 這個地盤有多多重要嘛 關鍵是 背後的意義 一連串的連動 對啊 這樣多少 這一次 廣告真的很不好看 對對對 就是很老套的廣告 對對對 其實你在在野 你就要拍那種 那個往後 誰能接住你這種廣告 要感性訴求 我本來還沒有注意到 往後接住的那個 但我覺得就像你講的啊 那缺疫苗的時候 要接住我的時候你在哪 就民眾需要的時候 你沒有把人接住啊 那這個idea也不是很聰明 但我覺得它是 對鞏固基本盤很有用啦 就是 喚醒你 本來就支持你的人 喚醒你陳時中過去那兩年 他們最後這兩三個禮拜打的 就是不斷的要換回 我指揮官那個時候的印象 他只要顧基本盤 然後再把抗中寶台這個效應 拿來發酵嘛 然後選情越冷越好 你看 台大學生會今年都已經宣布了啊 因為人手不足 所以那個 沒有返鄉轉車 沒有了 不是因為年輕人返鄉 對民進黨不利啊 對 昨天是兵哥講啊 全國性的總統的返鄉才有必要 是啊 2014 2018都有返鄉專車 是喔 那個時候對他們有利啊 尤其你看那個時候 2018的時候 陳其邁告急的時候 他們就拚命說要返鄉專車啊 對啊 那他18歲那個也就講假的了 那今年南部他們最穩的他幹嘛要返鄉 所以啊 那如果他沒有催下去 那那個18歲根本就不會過啊 所以啊 因為我朋友很認真質詢我 說要怎麼投 我就說你不用想那麼拖 今年80%的選民根本不知道要公投這件事 對啊 我認為 你知道因為965萬票 我認為這一次能夠破500萬票同意 就已經是高標了 500萬 就不容易了啦 非常不容易 因為你要知道很多人喔 去就算拿了這個憲法 這張修憲這個公投票 他可能是蓋不同意喔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最近發生的事情 很多啦 很多各種啦 就他覺得你們小屁孩投什麼票 不准 因為有人講說那個族女的事件 可能會讓綠的人重新審思這樣 其實這個是世代對立 那時候每半一個都自己聽聽的人 然後 不然 對喔 我記得好像是中間到摩擊場的時候 就不講 後來都不講 不過很多人都講說 那你以那個總統大選結論的話 人多跟少 人多跟少 對啊 所以我們其實不是要去討論多跟少 是看那個 因為你自己講人家人要少 還有一個重點 其實他都說藍綠都有遊覽車 其實哪一個造勢活動會沒有遊覽車 不是 動員的都有 對啊 而且只是說遊覽車有沒有開到那個現場 比如說像 像如果在凱道 通常不需要遊覽車 因為交通方便 對 但是有些還是要遊覽車 他怎麼樣 凱道還是會有遊覽車 對還是會有 聽到中正紀念堂啊 對但是他會在中正紀念堂 把人放下來 然後讓你走過去 所以他不會直接放你在凱道旁邊 沒有啦 這樣想要看 對啊 我現在都看不到聊天室 不知道網友在討論什麼 其實說真的警方估算是最準 警方的估算通常不會差超過10% 對 因為人家是直接畫格子 對他是用那個 他照那個面積啦 對 一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算四到五 看密度啦 如果密度很高四個人嘛 密度少一般來講就三個嘛 可是後來就是一直被 講什麼太少啦 太多 沒有他們就會說警方 他剛剛就不想介入這種所謂的 會有什麼行政不中立的問題啊 就不要去介入 又唱歌了喔 對啊 他今年推銷另外的東西 你說那個證件發表會 對 因為他今年選議員 喔 他挺講彎彎喔 他一定挺講彎彎 他一定挺講彎彎 這個人到底是賣什麼的 蜂蜜檸檬 他是個老闆啊 他今年不是賣蜂蜂檸檬 今年賣另外一個 但他的證件上面還是有提蜂蜜檸嗎 對啊 喔 茄紅素忍萃法 對 算是健康食品 其實我覺得對他來講華都來耶 二十萬啊 交二十萬保證金 打廣告 你現在隨便登個報紙廣告要多少錢 也是 還沒人看 也是 然後這個是每一家報紙都會幫你宣傳 他上一次是市長啊 市長 市長是兩百萬 兩百萬 兩百萬 可是他那兩百萬有一套 但他上次是划算的 他上次那個廣告費至少上千萬啊 而且他那一次有沒有 跨年 那個2019年那個跨年有沒有 他還去好幾個那個晚會 喔喔喔喔 他先去花蓮有沒有 然後跟那個李立芬 他紅了好一陣子 跟李立芬合唱 對 李立芬也脫他的福 然後接到了一些我表演 那首歌又紅起來 對 但李立芬已經退休多久了 他後來是不是做 之前做廣播 他都在主持廣播 廣播嘛 所以吳二楊是個滿有生意頭腦的 聰明啊 對啊 但他也要有 吸引力啊 就你要想到那個梗啊 要表演得不錯 對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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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